请讲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舍命救人的卢津洪台长师傅 还没舍掉呢 还有命呢 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 请师傅慈悲开始 第一个问题 在微信平台上除了发师傅的开始之外 是否可以发一些关于素食养生 一些启迪别人心灵的小故事或者因果故事 还有提及到修法的启发善心的文章 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是否违背了一门精进的原则 请师傅慈悲开始 实际上它是不违背的 但是要记住有些人刚刚开始学佛 你给他看了太多的辅导书 反而会让他摸不着正确的道路 记住了 学到一定的时候 我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你学心灵法门 你现在不看就看心灵法门的那些书 对不对啊 那么问题 台长你的师傅 我能不能看其他高僧大德的书啊 能 为什么 我有辨别力啊 你们没有辨别力啊 现在知道啊 书上是每个人的观点啊 一个心经可以把它译成千万种的意思啊 一个大悲咒也可以说成千万个意思啊 还有很多说佛说法的大经文 都是根据每位法师自己的修养根基而来的 因为不是菩萨说的 所以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对还是错 还是让你能够接受和不接受呢 那么不看 可能你会更清楚一点 看了 你必须要有识别这些书 如理不如理 如法不如法的能力 举个简单例子 你开车一条大路 你很容易走到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今天路很熟 你可以绕小路 照样可以到目标 你是情愿走大路呢 还是情愿绕小道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